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冬至之前喜从天降,好运连连望到明年的四大生肖,生肖牛。 属牛的人在冬至以后,自己的事业运势有不错的提高,工作上更加顺利,而且在年终大奖中也有不错的收获。 工作或者生意上,正财运势稳定提高,收入不断增加,荷包能够充实,感情上属牛的人家庭更加和谐。 自身好运影响之下,对子女的运势也有提升,冬至以后人缘关系也会有不错的改变。 但是需要注意,自身呼吸道健康问题,生肖马,属马的人在本月的命宫迎来贵人,促成合作事宜。 属马的人冬至前到明年里面,很可能会遇到自己命中注定,彼此珍惜的唯一伴侣,过上幸福甜蜜的生活。 同时也主导了发达的事业运和财运,并且事事顺心,诸事平安顺利,让属马的人孤寂的心灵,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 生肖马的人,生活品质依然会优于其他生肖一大解,属马的人今年整体运势相对较低,上半年还有不错的工作收入。 后半年和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,容易出现紧张情况,如果能够放松自己,选择旅游会对属马的人,有不错的运势上的改变。 冬至前后属马的人,事业运势重新走高,工作上面的相当忙碌,发展机遇出现,自己需要提高和学习的地方很多,充实忙碌会让属马的人觉得很舒畅, 抓住机会好好努力,升职加薪都会不远。 生肖兔,属兔的人在2023年中,生肖和太岁三合,急性很多,想运势不好都难,所以属兔的人冬至前到明年继续努力,把握好出现的一切机遇,就很可能大赚一笔,不过要避免乐极生悲。 属兔的人2023年,整年运势都比较好,特别是年底的时候,求财更是顺畅,因此能够在过年前赚到一笔大钱,并且能够广结善缘,广交好友,一个项目就能够赚一笔大钱。 遥身一变,走上人生巅峰,生肖猴,属猴的人在今年整体运势不走好,诸事不顺,运势起伏很大,但是到了冬至前到明年运势,会持续不断地走高,喜事也很多,种种好事成就了属猴的人。 不平凡的2023年,财运纷至踏来,意外之财,也许还能顶上一整年的工作收入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固佑,三日内必有横财入命,快来皆横财,生肖牛。 生肖牛在今年,因为受到形态岁的影响,导致运势不佳,之前生肖牛命格之中,还有凶星作乱,导致生肖牛在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,不过今天以后生肖牛时来运转,有厚土之力加深,让生肖牛发横财,赚大钱。 生肖牛快来接财吧,生肖马,属于马的人运势也不错,命格之中有洋火。 洋火具有声望之力,所以对于生肖马的运势,会有不小的帮助。 在十二月份里,生肖马命中无火生尘土,此乃是五行象生之局,今天开始财运暴涨,福泽深厚,财运,事业步步高涨,钱多的数不完,生肖马要来接财运了。 生肖鼠,属于鼠的人在之前的运势,一直不是很好,生活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意外,导致生肖鼠的生活压力很大,越过越不顺心。 前几个月更是没钱花,今天以后财运暴涨,福泽深厚,财运,事业步步高涨,旺盛了生肖鼠的财博工。 三日内必有横财入命,快来接横财,生肖狗。 属于狗的人今年极为厚土之年,所以在这一年里,也会得到厚土之力相助。 今天以后财运暴涨,福泽深厚,财运,事业步步高涨,催忘了生肖狗的厚土之力,让生肖狗在接下来里横财滚滚,钱多的花不完,一辈子也不缺钱。 生肖狗,生肖狗命中有洪华吉星相助,算命的说,他们大难已过,今年一帆风顺事业吧,接二连三喜事来,今天以后好运挡不住,大财涌进门,有钱有房有车,富贵自来,但已婚的就不要掺和了。 他们家中得菩萨赐福,有天丁之喜,时机一到必能水到渠成,否则可能适得其反。 生肖狗,属于兔的朋友,不仅天资聪颖并且思维敏捷,他们创造意识强,对生活中一切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,属于兔的人有佛祖保佑,今天以后好运挡不住,大财涌进门,有钱有房有车,富贵自来,天天数钱忙,整个人都散发住贵气,事业一顺百顺,财运更是好到爆发。 收入丰厚,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十二月底大发横财,三天三夜树补完的生肖,生肖属虎的朋友。 十二月底,事业遇贵人,财神送财,财风力达,衣食无忧,财运滚滚,接财纳福,运势水涨船高。 职场的属猪人,工作兢兢业业,容易得到领导的后爱,身居要职,身价暴涨,还有不错的偏财运,收入一天比一天好,注定六六大顺,福来运来,横财天降,数钱数到手抽金。 生肖属龙人,生来所具有贵气无人能敌,他们先天条件很好,如果能够加以努力,必然会取得比普通人。 更优秀的成绩,今年属龙人运,走六合贵人之地,土金相生,情意浓浓,自身的才华能够获用武之地,特别是下半年,有今主事,机会将更为丰厚。 十二月底以后,属龙人身边贵人运开始加强,在职场也有伯乐提携,使自己能够尽快地,适应更多的岗位,事业迎来大兴大胜。 未来属龙人运势喜人,好好努力,不难成为事业有成。 大富大贵之人,子属属的人勤奋上进,不会满足于眼下的死工资,他们会了金钱理想而努力拼搏,不断开辟财路,不断去揽财聚财,实现新的事业突破。 王侯将相命,十二月底,官运亨通,行大运发大财,富贵吉祥,其身边的好运无限好,有望顺利发财的运。 好福气在身边,横财一笔福禄双全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友,留下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